大家好,我是亚欣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 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每一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要说起宋朝 那是一个最有文化的朝代了 这期间出现的文人骚客们 我们随便拿出一个 大家肯定都能够背上其手 他们的代表作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北宋时期被冠上 古今第一词人的大文豪苏氏 在唐宋八大家里 苏氏是堪称领头君一样的人物 他的一生经历坎坷 但是对诗词的热爱却是只增不减 在苏氏的诗中 有一句诗大家都知道 但是却一直都被用错了意思 这一首诗就是春宵当中的话 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一句 说起来我们对这句话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用它来形容 一对新人在新婚之夜的春宵一刻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流传下来 那是因为在民间 曾经有一对新人结婚 在新婚之夜中 新娘突然被要求 银吃一手 才可以进入洞房花竹叶 这一位新娘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慌乱 就随便做了一首打油诗 说道 谢天谢地谢祝君 我本无才哪会银 曾记唐人诗一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 现在我们读完这一首诗可以看出 这一首诗其实是漏洞百出的 因为这位新娘不仅记错了苏氏的朝代 还误用了苏氏诗句的意思 所以说也让这一句诗就被误会了几百年 其实最早苏氏写这首诗 本来是想描写春夜的美景的 但是现在却被说成了新婚燕耳的喜悦 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字确实是博大精深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意思 这一首诗现在已经被人口口传颂 我想这就够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